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杨广 总管扬州 在扬州设置四个道场 离请佛教 道教中 德学俱佳的修行者入住 吉藏大师被沿请入会日道场 受到十分的礼遇 在剧情中 我们看到吉藏大师为了破写险阵 开始着手撰写三论悬议 在三论悬议中 有提到所谓的法证还有人证 所说的其实就是作者 以及作者所作的论著 那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 慈济大学宗教与人物研究所所长 林静德教授 来跟我们介绍人证的部分 也就是龙树菩萨的故事 老师您好 凯明好 老师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龙树菩萨到底是谁呢 龙树菩萨是在佛教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位佛教人物 那关于他的这个记载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龙树菩萨传里面 就提到说他其实年轻的时候 因为他是孙生于南印度 那波罗门总性 代表说他是贵族 对 然后这个少年的时候 因为他的这个领悟力 他的这个悟性很高 这个骗学一切的废陀的盛典 那这个学习力跟机力都非常好 那当然这个少不根世 就是年轻人他那时候这个就是觉得世间的东西都学得太容易 他想要去这个向往一种更更高的境界或更大的享乐 所以他就去学这个隐身术 所以在龙树菩萨传里面就记载说 这个他跟一群好朋友学了这个隐身术之后 他就要去测试他的隐身术 所以他三不五时就到王宫去 他说这个要有挑战性 这个既然学了就要用 那用的就是要去享受 去验证你这个这一方面的能力 那结果他这个到王宫里面随处的嬉闹 把这个事情到传到这个国王那边 国王非常生气 在想方设法到底是谁 在这个扰乱整个宫廷里面的秩序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所以在地上都铺满了沙 那从这个沙的脚印 即便你隐身 但是你还是有足迹 那哪里沙在动 哪里就砍刀 结果这四个人 就是这个董叔跟他几个朋友 那这个因为这个被看出破绽 他的朋友们全部被杀死 只留他一个人 那经过这个事件 这个教训 他觉悟到 这个欲望不是根本之道 反正欲是苦本 那这个是人生生命痛苦跟烦恼之所在 他进一步深化 他求道之心 所以他就在这个 说一切有步出家修道 他正式走上佛法的道路 那再来是整个佛法里面 这从而出家之后 那整个开展出 这佛教 印度佛教史上最有名的宗观学派 那成为这个印度跟中国 包括西藏佛教 整个大圣佛法 几乎没有不推崇龙树菩萨的 这一代宗师 那在龙树菩萨我们知道他的 他等于是他也是一个大论师 著作非常多 那老师可以跟我们介绍去当中比较重要的几步吗 对 为什么叫做宗观 宗观学派或者是宗观宗 他的开宗之作就是这个宗论 宗观论宗 那他这个宗观里面 这个叫做宗观就是宗道正观 他基本上他想要扣进的 就是佛教的几个核心的观念 包括这个宗道 宗道正观 正观宗道 佛教的这个修行 就是舍离两边 离于两边 行于宗道 那离于宗道不只是苦行跟热行的两边 包括这个不要偏于有见 也不要落于无见 那不执着常见 那也不依 这个依赖于这个断见 就常见跟断见 在宗论里面的这个规境宗 他的一开头就很有名的八部宗道 不生不灭 不依不义 不长不断 不来不去 这个八部 他说明整个世间 这个生啊 灭啊 依啊 依啊 长啊 断啊 来跟去 就一般的众生 很容易这个 他的执着的表现都是偏离 就什么叫做执着 执着就是偏执 那偏执就是远离了宗道 那不是这个执着于有 或者是强调于无 那佛教的智慧 就是要跳脱一般人 世间的恶元性 相对性的执着 就一般人会说 去追求这个是非真假善恶对错好坏美丑 就一般人的烦恼或一般人这个思维里面 就是在这种相对性当中打转 那相对性概念当中打转 同时也是在烦恼中打转 所以佛教里面有所谓的这个无分别制 无分别或者是所谓的不恶 不恶法门 忠道不恶 那这里面就是很哲学性 就中关学派 龙术所开创的中关学派 基本上他的哲学性格相当的明显 包括吉障大师也是 他们基本上被定位为论师 像金律论 那个论 论师的这个概念 在佛教里面 就是现代所说的哲学家 所以我刚刚讲的是稍微比较抽象性 比较理论性 基本上它主要就是在 澄清我们对佛法的观念 那我们众生的一个思维的惯性 思想的惯性就是容易偏执 所以中关学派的修行 基本上所着重的点 就在修正知正见 以及在修所谓的正思维 就八正道里面有所谓的正见正思维 那这个智慧的修学是中关学派所强调的 所以这个是中关 中道正关 它的一个精神所在 那在龙树菩萨 它有另外一部非常庞大的著作叫大智渡论 这个素有佛教百科全书之称 老师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部论著吗 对 大智渡论 它基本上顾名思义 就是透过这个广大的智慧 渡到这个解脱的彼岸 大智渡论 那基本上这部论书是这个波尔经的一个注释书 就我们知道这个大智佛法的这个意理基础 就是波尔经 那大智渡论基本上就是跟这个 这个摩赫波罗波罗蜜 的这样的一个 基本上是 一个是从这个范文的发音去翻译 一个是从它的意义 它的意义 意理的意义去翻译 基本上都在讲 怎么样透过这种圣身智慧 到达解脱彼岸 那大智渡论就在解释 这个摩赫波罗波罗蜜经的一个论述 那里面没有错 它就是一个百科全书 包括在菩萨的修行 一般我们说这个六度 那什么是这个菩萨的六度的修行 它就一个度一个度 很细很深 那因为很深 所以它的这个哲学性就很强 所以它对于佛法的知见 佛法的这些观念的厘清 非常有帮助 所以这个龙树 相传这个大智渡论是龙树作 虽然在学术界 对龙这个大智渡论的作者 有一些怀疑 但是基本上古来的传统一直认为大智渡论 就是龙树的作品 包括我们的应孙导师也认为是龙树的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那这个是这个龙树的贡献之一 它的伟大从大智渡论这一部书也看得出来 所以它可以说 龙老师我们总结来讲的话 就是如果没有它大智佛法 大概也很难立足 对 就是它帮我们 这个整个澄清了佛教的修行的 这个图像 因为那时候其实面对到一个 就是所谓的大小智佛法的论真 龙树菩萨的伟大 就在贯通阿含的缘起 阿含经的缘起跟波罗经的信空 是一贯一礼的传承跟开眼 那奠定了这个佛教的 这个系统的基本骨干 非常感恩老师的分享 感谢您 缘起 信空是佛教徒熟悉的概念 而这个概念的阐释呢 龙树菩萨可说是鞠躬至尾 他沟通的从阿含到般若 整个佛教核心概念是一致的 而他尤其强调正见的重要 方向对了 目的才会正确 这也是为什么八正道 要以正见为先 六度要以波罗为导的用意所在 感恩您收看今天的高僧行仪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高僧传 极藏法师 因为三轮 破天 受骗差几轮 所以就有人故意怀疑 两秋菩萨 毁是正通诺书 所做几轮 也不是正法 第一 天静者 第一 静灵 朗静 我再来 幻 静 有关 两秋菩萨的来念 师父 正经教导过 有请 两天静 跟无亿静 都有带气 第四菩萨 有关 可他